內文下令要證願評估開放邊境 徐淳表觀光局你好 出入淨草案 消息一出振奮觀光業者 絢爛煙火 點亮燈塔 全球第一高的杜拜哈里發塔 是世界遊民的跨年煙火之一 想飛到國外親眼看看這畫面 今年跨年有機會 因為出入淨草案 宋神指揮中心 國門重啟不遠了 消息一出 民眾詢問度增加 但業者分析 忘記包含聖誕節 跨年票價提升兩到三成 目標鎖定第四季出遊 實際比較長程航線 美國紐約單程機票十二月中 大約三萬左右 但跨年直接飆破五萬 澳洲雪梨則落在三萬多 獨拜兩萬五到三萬五 至於臺灣人最愛的日本 票價漲到一萬五 另外關島也有望在十月初 能開航台北直飛關島的航線 但前提是 臺灣必須放寬入境 簡易的措施 觀光局已經擬好出入境草案 內容包括入境臺灣需要施打疫苗追加劑 還有群神佩戴口罩跟團進團出 業者期待 但先前傳出七月開放 到現在還是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就怕開放觀光又是狼來了 出國旅遊相關事宜 指揮中心還在審查 何時能出國最快下週揭曉 記者吳振宇 張小元採訪報導